Sink Junior 礼物 为什么吃蔬菜很重要 为什么我们要在外面穿鞋 这可能会让人觉得乏味 但这是您孩子认知发展的明显标志 但是 即使被问到这么多问题很乏味 孩子们的好奇心也有一些奇妙的地方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 为什么提问认知发展 对儿童如此重要 以及您能做什么 早些时候 我们考虑了瑞士儿童心理学家 Jim Piersche 他在研究和描述儿童认知发展阶段的工作 包括关注提问在儿童中的作用 他发现 大约在4到7岁之间 孩子们往往会变得非常好奇 这是怎么发生的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会问 为什么这个问题 其中许多问题表达了 想知道事情为什么会这样的愿望 皮亚杰将其称为直觉子阶段 因为孩子们意识到他们拥有知识 并且对自己是如何获得知识感到好奇 它有助于提高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 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 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可以体验和发现 还有无数新的机会可以拥有 为什么这个词可以看作是一把钥匙 为什么这个词 有助于越来越多的发现和发现 这是您孩子满足其成长 发展和学习需求的方式 问题提供联系 您可以将孩子的问题 视为联系的尝试 在问为什么时 您的孩子正在寻求与您交谈并建立关系 如果他们问为什么 他们会觉得在你的公司里很舒服 他们的好奇有时会让人感到恼火 但试着把它看作是他们对你的爱和信任的表现 那么作为父母 您该如何回应才能激发孩子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呢 让我们考虑三个有用的排他策略 1.回答问题以满足饥饿感 当你的孩子问你一个问题时 从某种意义上说 他们渴望得到信息和知识 回避这个问题可能很诱人 但是 这不太可能满足您孩子对知识的渴望 密歇根大学完成的一项研究发现 当孩子没有回答某个问题时 他们提出更多问题的可能性是其两倍 2.练习耐心 对儿童认知发展的这些阶段有所了解 可以让人放心 因为每个阶段都是一个会过去的阶段 你的孩子在十几岁的时候 不太可能问这么多问题 同时 当您在孩子的这个发展阶段面对问题时 请尽量保持耐心 3.可以说我不知道 可能有些事情你不知道 这样的情况通常有点丢脸 但是让你的孩子看到你不知道也没关系 因此 孩子会意识到某些事情不能立即得到回答 在这种情况下 您可以尝试询问他们的想法或他们如何找到答案 这将促进您孩子的独立思考 因此 好奇心是您的孩子正在发育和成熟的标志 每一个为什么或他是怎么来的 都会让他们提高认识 理解和知识 我们可能希望孩子们提出的问题更少 然而 这样的问题表明我们的孩子想要学习东西 专心和诚实的回应可以帮助您的孩子度过这个发展阶段 快速外卖 PHA的研究表明 在4到7岁之间 儿童进入认知发展期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会问很多问题来理解世界并在逻辑发展中成长 家长可以在这个阶段通过耐心回答问题和提问来支持孩子 以促进他们自己的独立思考 请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以获取更多视频和内容 请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